眨眼间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 就由我来盘点一下 吐槽大会最合适的主咖人选 候选人 林丹 呃 不是 朱丹 入选理由 年度最尴尬主持人 朱丹 凭借两场超神的主持翻车现场 赶在2019年年末 一举成为无可置疑的年度槽点人物 听你了吗 对 你俩吵了对不起 Sorry 这都是对于自己犯错的 恭喜叫李龙 你又得扣200分 Sorry 面对工作上的重大失误 朱丹老师也只能在微博道歉 没事 朱丹老师就当你为鬼畜区提供素材了 入选理由 史上最高开低走事业线 曾经的卫视一姐并不是这样的 与华少搭档主持我爱记歌词 红遍大江南北 但是不知为何 跳槽去了芒果台之后 竟然把节目的互动号码说成了钱东家的 编辑他们的姓名发送到1669588298 有内鬼 终止交易 也许是事业打击太过沉重 朱丹开始转型投身演艺事业 入选理由 爱的卑微 在片场英戏结缘与周一维相持 结婚生子 也演绎出一场爱到深处自然黑 李国庆听了都像摔杯子 我觉得我挺认真的一个戏 结果她还说我不走心 她的拍戏不是我标准医生的拍戏 我还是觉得说 No 就连周一维与女助理 共用一根吸管这种小事 你都要出来解释一下 你说你是不是傻白甜 嗯傻白甜 我就是傻白甜 这些反向操作 不愧是周一维的头号黑粉 她用两句话直接把我搞定 这位我都不敢吵架 我现在是在给你台阶 如果你不走下来的话 待会这个台阶就没有了 这么爱下台阶 你怎么不直接滑下来呢 入选理由 真相时刻 你这个事有一个终极解决 你来一次吐槽大会就好了 我不去 我结束了 我朱丹就是念错名字 爱得再卑微 被网友骂死 我也绝对不会上你们吐槽大会 现在我们开始公布奖项 2019 Best Performance 朱丹 让我们掌声欢迎 本期节目的主咖 朱丹 还是需要认真介绍一下朱丹 朱丹虽然大家很熟悉啊 但是他之前我们要强调 他曾经是浙江卫视的一姐 主持《我爱记歌词》 真的风靡大江南北 后来离开浙江卫视 去了湖南卫视 2012年入职 2013年离职 就试用期刚过嘛 走的时候 看着湖南卫视的大楼啊 就心里面暗暗发狠 我一定会回来的 浙江卫视 朱丹跟他的老公周一伟 感情真的很好 天天在微博上秀 哎呀呀 这个冰箱是周先生买的 这个花是周先生送的 当时我就一直想 这两口怎么那么客气呢 想过这个问题吗 后来我就知道了 他是怕叫错名字 这不是客气 这是保险 现在还叫周先生 估计过两年就是先生 姓名可以记错 姓别不会错吧 单姐 那个节目晚上就开始录了 咱们再复习一下 一错知识点哈 好吧 这位嘉宾是张绍刚 还是张绍涵 张绍刚 是王建国还是李国庆 王建国 是金龟子 还是七星嫖宠 我是脸盲不是傻 好 下一题 你放心 开工之间 我功课做得很足了 而且嘉宾我也很了解 最重要的是通口 我说待会儿我天天看好不好 多 算了 这俩节目我也分不起 但是姐 上节目之后 这一对一对的名字 咱们可千万别认错了 行了行了 任人都要成双成对 一对一对的 我看见就是单身带的太久了 闲得慌 啥都操心 你有对象了不起咯 对吧 我也用现在超流行的脱单神器 一对APP找对象 用一对APP找对象 贼靠谱 来一对 成一对 撮合一对 又一对 我也能找到自己的周一维 那姐 那我们就对到这儿了 你早点休息 好 谢谢 朱丹老师 刚才有一些细节 忘了跟你确认一下 你看一下 等一下 你不对 第一 刚才那位的纯色 应该是401落日G 阿米西尔的纯色 是315肉粉G 第二 刚才那位喊我的是单姐 可你刚刚喊我的是朱丹老师 你的语言习惯发生了改变 第三 最重要的是 刚才那位姑娘 把机票落在这儿了 她的名字是颜语 可是你的工作证上 名字却是颜语 刚才那位 应该是你的双胞胎姐妹吧 根据这机票上的时间 她要是再不回来呢 可就要误击了 哇 您真厉害 我们俩轮番上班里 咱都没有认出来过 不过啊 机票我在微信支付里 再帮她订一讲就行了 酒店也能一起订 打开微信支付 点击这里的酒店 真便宜 超划算 酒店机票或车票 在微信支付里订 就对了 要上场的就是 最便宜 这位位呢 朱丹 坦率地说呢 我也是主持人 非常有体会 有时候在台上啊 思路确实会混乱 那么怎么尽量少出错 那么怎么尽量少出错呢 去蟹大魔王康王说过 不要让头皮蟹干扰你的主持思路 之前我们给朱丹 发了一个小小的讯息 说朱丹能不能 找你几个朋友来 让他们帮你录一些视频 录几句话 朱丹给我们一个 很长很长的名单 结果这里面 没有一个是我们认识的 后来我们说 不会啊 这也是一些老艺人了 我们就费了很大很大功夫 把所有这些名字啊 重新排列组合了一下 才恍然大悟 哦 原来是他们啊 来吧 让我们看看他们到底是谁 朱丹姐 人美心善 作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前辈指引着我 不过我最感谢的还是 你给了我一个台阶下 嘿嘿 我没念错名字 听说你要去参加土豪大会啊 哈哈哈 你就是老实 你叫李丹就又顾佑你 啊 他们让你去你就去 我想了想了 你去参加土豪大会 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只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不要提到就以为 他活得也不容易 说到朱丹啊 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呢 我总觉得 我不晓得哪边得罪他了 我就坐在那个弹射炮上面 他一按砰就往水里面掉下去了 啊 落水的一个节目 为什么老是找我麻烦呢 是不是我太帅气了呢 啊 朱丹姐说过这样一句话 看不见未来不可怕 看得见未来才可怕 这句话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那这个时候呢 我也同样送给你一句话 就是念错名字不可怕 不知道自己念错了名字 才可怕 开玩笑开玩笑 所以大家不要欺负朱丹姐好不好 加油朱迅姐 sorry 有很多很多的标签 其中有一个标签呢 叫做护肤狂魔 丈夫的肤 无论就是怎么在网上 有人说周一维 或者周一维有任何的新闻 他第一时间就出来辩护 还说 哎 你们这些个媒体 把周一维塑造成这样的一个坏男人 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好处 那朱丹 你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傻女人 对这个社会又有什么好处 而且在这个逻辑上 你想想 你除了对吐槽大会有好处 没有其他好处 没必要 这个破节目跟周一维一样 不会记得你的好 不用牺牲自己 猪男演戏 周一啪公开吐槽 说他演技差 周一维是个优秀的演员 演技的事 他懂 他说你演技差 就应该差 他就没说过你主持差 他没资格 因为他不懂 我懂 但是我不说 自己上来说 掌声有请本期的主咖 朱丹 大家好 我是朱一维的老婆 周丹 我现在最害怕听到的单词 就是sorry 前两天在后台 被个工作人员踩了一脚 他跟我说sorry 我说 你猜我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讽刺我 教授那扎和热巴之后呢 我很自责 我婆婆也说我了 她说你也真的是 人家都跟你老公拍过戏 你怎么能把人家的名字 给叫错了呢 我说妈呀 您就别添乱了 演戏的那个叫热一扎 前一阵子呢 我录了一个节目 叫单诚 记录的是我在泰国的旅程 挺好看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呢 我刚到泰国 他们就会很贴心地 给我介绍泰坊的工作人员 他们说这位是 那撒泰桑 这位呢是提赛萨哭 这位呢是 我说你们这个名字 也太难记了吧 哇那泰坊的工作人员 都非常的客气 他们跟我说 可得得可看 我就问翻译 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翻译说 他的意思是 sorry 怎么连泰国人也讽刺我呢 李文翰 李文翰这个名字 属于我特别喜欢的那种 就是叫对了 没人认识 叫错了也没人知道 哦 之前上节目 永奈也在 那我在台下 非常认真地在 记他们的名字 我的工作人员呢 就跟我说 永奈呢有九个人 如果你实在记不住 你就要看中间那个 冲他说话 那个是队长 叫李文翰 我说 好 第二天 人家少来了一个 来了八个 中间有我俩 我灵机一动 我就冲着那中间俩说 你俩是李文翰吧 好 余浩铭 浩铭呢 我曾经采访过他 那个时候呢 刚好在你事业的低迷期 所以那天我们聊了很多 也谈到了一些主持专业的问题 我就跟他说啊 作为主持人 就得分得清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浩铭说 我知道啊 温涵该说 我不该说 李国庆先生 您的那个访谈我也看了 说着说着生气了 把桌子上的那个杯子给砸了 我把对面那个女主持人给吓的 那同样作为主持人 我就在想 如果对面做的是我 我会怎么样呢 我也把杯子摔了 这就是我的主持技巧啊 能够瞬间把场上的尴尬 再上一个台阶 我摔完了之后 我还要再安慰他 小姐小姐 蔡国庆老师 李国庆之前跟他的妻子 却是有一些纠纷 在网上吵架 骂得很凶 我觉得你们两个的问题 就是都太喜欢表达了 一个人刚说了什么 另外一个马上回应 你说要是有一方 能够像周先生一样 一直一声不吭 那就 不会两个人都那么难堪了吗 只会有一个人难堪 金龟子刘淳燕老师 刘淳燕老师呢 跟他的老公王宁感情特别好 他们说呢 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要说不留余地的狠话 说的特别棒 那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要学会给彼此留台阶 卑微 那个人 李丹 李丹因为我的台阶论 说我是卑微丹 他说的 其实也不怪他 我觉得我也有责任 我觉得是我自己没有把话说清楚 其实这个台阶吧 真的是相互给的 我也会给我老公台阶下的 他拍古装戏 他要下马的时候 我就赶紧跑过去 跪在马的旁边给他台阶 我还跟他说 现在我再给你台阶 如果你要是不下来的话 待会儿这个台阶就坚持不住了 我不能再黑我老公了 我不能再黑我老公 因为其实真的 我老公都被我黑紧张了 他呢 最近就经常跟我说 说 老婆 我有戏要上 你最近啊 能不能 能别提我 就别提我 如果真的非得提 我给你个建议啊 你可以叫我王先生 在这里呢 其实我也有一些话 想对王 不是不是不是王先生 是对我老公说 老公 其实我真的 不是故意要黑你 我为什么老喜欢 拿我们之间的事 拿出来说呢 是因为真的我觉得 美好的事情 就应该跟大家分享 嗯 我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一样 能够看到你的好 但谁能知道 适得其反了呢 所以呢 以后啊 我也不秀了 以后我努力忍住 我要是忍不住 那你就忍着吧 辛苦你了王先生 说真话啊 其实呢 在公众场合 叫错人的名字 真的特别不尊重人 然后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 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也确实特别不应该 我也特别羞愧 那天活动结束之后呢 迪丽热巴和鼓励纳扎 就到了台下 然后我跟他俩道歉 鼓励纳扎的人特别好 她说 丹姐就不怪你 还是怪我不够红 听了这话呢 迪丽热巴特想鼓励鼓励纳扎 鼓励纳扎说不 我不需要你鼓励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说不 我就要鼓励你鼓励纳扎 那最后呢 也不知道是迪丽热巴鼓励了鼓励纳扎 还是鼓励纳扎 不让迪丽热巴鼓励鼓励纳扎 我想证明我还是能把人民计队的 谢谢大家 我是朱丹 计队个人民不至于嘚瑟成这样 朱先生贯彻得非常彻底啊 说一声不吭就一声不吭 下一次麻烦王先生给录个VCR好不好 婚姻啊真的是两个人的事 我实事求是的说 我希望在婚姻的问题上 旁人少插嘴 少说话 少评论 但是主持是一个人的事 我就说一说 我作为同行 我得说 朱丹犯的那些错呀 确实挺不应该的 我呢也做了这么多年 主持人也犯了好多错 以前净犯错 也就是到了吐槽大会吧 才好了很多 但是呢 首先我们认为那些错是不对的 但是也不至于不可原谅 更何况 朱丹跟我犯了那么多错 给我们带来好多好多的快乐 但是真的 朱丹 你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已经足够了 该收手就收手吧 以后不要轻易再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接下来 到了我们每一期都非常重要的时刻 由朱丹评选出本期的talking 朱丹你觉得今天谁说得很 说得好 说得你哎呀 寒毛倒立 他就是本期的talking 我觉得是蔡 不对 李国庆老师 搬送给李转 奖匙送给李转 掌声送给李转 敬发 印象 印象 美业